大眼睛 而且现在奥拉夫也还在 因为上把在这个位置 SKD是搬了奥拉夫 没有想给老安拿这个英雄 奥拉夫给搬了 GENG 还有最后一个搬位 上一场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个刀妹 这场比赛 SKD不可能拿刀妹了 拿刀妹全AD嘛 拿刀妹主要是 跟他们的阵容相违背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选个远程英雄 如果极端一点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加利奥什么之类的 就或者是加利奥吧 这个时候 沙皇 沙皇搬掉了 还是比较怕这种 菲克来carry的 菲克拿个加利奥 他们可能会觉得 我只能在中路拿一个 拿个什么马拉罩之类的 能够弄你 推你的线 还是能够拿到线权 而且SKD一直选 红色方 其实有一点原因 是这样可以给菲克 拿到counterweight 这一把看起来 就是要往后拖的 但现在是把技能换成了TP 韩托尔三把 羊羊 就真的是 羊羊羊 羊羊羊羊羊羊 诶 赵欣 又来了 在第一把选的这个英雄的时候 老安是送了三次的 感到一丝慌张 不过这一盘 这一盘 Apple都没有办法 像第一盘那样去带节奏了 因为是个塔姆 这把其实Kronk可以选的 Kronk 维克兹 还是他比较招牌的 但是我们说到 他的英雄池带这个赛季 本来就不是特别深 维克兹 然后马尔沙哈 维克兹 维克兹玩得很好 嗯 他维克兹是 就是状态比较差的那段时间 他的维克兹玩得都非常的好 这场比赛的维克兹的 发挥空间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有一个照性的大招来 保护维克兹 去把他的大招给倾泻出来 巧女 新的拉 那这样的话就 卡萨丁 但是拿卡萨丁的话 前期对线没有办法拿到 又是 这真的是刀妹啊 不是吧 这个其实有点不搭 不是吧 胆子这么大 真的拿刀妹 纯AD这种 我感觉是有点想在中路 找Kronk的机会 这把飞盒带的点燃 准备C了 不过确实 女刀锋想要配合打野 就是无论配个啥 就是一旦晕到了 想要去杀大眼睛 还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这把来说 其实 其实SKT选菜刀队 没有关系 因为 尖辑这边没有肉 哭也肯定是个 全输出单代的 那这把来说的话 尖辑其实就没有坦克 在这种情况下 选个刀妹 哪怕走成AD 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牛头跟赵鑫 这两个英雄打刀妹 都是异常的好打呀 而且女刀锋的 容输率很低 她是一个 一定要在中路 拿到优势的英雄 如果拿不到优势 中后期是 没什么作用的 看Kronk是带治疗 我觉得他带虚弱 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 这边要看谁选 如果照顾 照顾二打二的话 治疗的作用 还是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 当位带的是个点火 超方阵容选定就绪 这把SKT是有冲阵 有开团 也有保护 什么都有 确实没有编带 就编带 贝克这边没有TP 虽然就是说没有编带 但是他们有一手 塔姆可以抓编带 这也算是阵容比较完整 而另一边 尖辑的阵容 就属于那种 可能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 前期来说的话 上半区会稍微好打 中下方面 如果装备成型 看起来SKT这边 双方都有机会了 但是坚决的爆发能力非常强 我大眼睛这种 就是打持续线一波的大爆发 是比较怕千决的 就他一套打完了之后 千决一旦来起来了 后续技能CG时间会比较长 这边的话 这种旋径就绪 马上进入BO5的第三局比赛 马上进入到 这个BO3 应该算是BO3的第一局 对BO3提起去 进入到招人甲骨当中 蓝色方尖血红色方SKT 现在两边 1比1 看谁能拿下这个赛点 双方应该是一次排开的 两边都是比较稳健的队伍 所以一级也没有出现过什么碰撞 感觉 KRONG还是比较潮流的那一盘 他还是选择带的冰山增幅 然后先出双身暗影那种 现在的大眼怪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套出装 时间扭曲补技 小兵去制器 完美时机 后面的话是一个贪欲猎手 和一个恶意重伤 这边是KRONG的带法 相对来说 他还是比较照顾打野位的 带了个治疗术 KRONG这一盘带了风暴巨集 然后两边的AD也都是风暴巨集 他是带了一个坚衣步导传说血统和过量治疗 这里打一下 直接顶走 这一幕我看过 F的这里是选择带的起风秘籍 之前的话是 之前用的时候好像是有带守护者 老安单开 由于一级学的是Q技能 所以这边推线并不是特别强 一般大眼睛一级点个 就是前级主W 然后一级点W 防狂推线的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这种远程兵还是要被弄一下的 但身上有三个药 其实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而且因为带的是冰川增幅 所以一旦技能打到的话 是可以接平A的 这场比赛的话 老安肯定是要来无限搞中的 这边Blank感觉脸有点黑 第一个印记刚好刷的上半区 但他上半区开往下刷的 第二个直接打出了被动 直接打出了一个分解的被动 但是F的刚开始吃雪晶屏的第一瓶 同时其实Q强也是吃了雪晶屏 他还是想着多耗点血 为了打伤害而吃 对因为他也没想到 F的回程的时候 他还能够再不回程的时候 在心上再混 所以其实保持一个相对来说 比你晚吃一点点要 然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就可以了 F的第一发水晶剑 找位置这边找到了安长们 看到了看到了 视野得分 赢得了两分 这个时候有个提示是吧 没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看了 双方的ADC视野得分 就发生了一个变 艾希的这种肯定得分是稍微高一些 我的意思是这个时候 如果就是来个语音提示 就比较爽 下路方面这边 带的是一个多兰剑 这种前期要扛线 要推线的一般 带个多兰剑 平起来了 但是塔姆在旁边 但是消耗做得很到位 但现在已经体力不值了 而且Ban是没有带治疗的 这么打是不太好的 那刚才好像老牛 在没有自己胜物争论的情况下 刚吃了一个 就是炮车冰 我还看到他吃了一个炮车冰 故意的故意的 60块钱 就跳了一个脑 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有点尴尬 但现在已经把血给磕了 身上是带的多兰剑 但是虽然是有那么点回复的 多兰剑 上来一套 上来还可以 但是反手也被打了一波 而且被小兵也打了一波 好 第二瓶也吃了 皇冠这波 皇冠这波推完线回家 是出了一个 就是 350 出了一个杀人剑 黑暗封印 这波直接补 打断了 打了一个被动 但是这个针眼也要浪费了 还是A了 那这波其实飞可不算很亏吧 就稍微乱了一下结构 但是 多赚了30块钱 但是他在 回去 就是绕道的过程中 丢了两个 兵 也 不怎么赚吧 反正就是 相当于遏制了 crown的75块钱 主要是吃的是别人的 就很爽 中路也继续推 现在赵新是在上半区的 又控了和解 现在 开始 天驹只控了一个和解 而且印记好像是没控到的 打一个占卜花朵 也是知道 大概眼位在什么位置 现在好像要来上路干击一波 天驹也在赶来的路上 但是 天驹 这个是知道眼位的 因为开始用 占卜花朵扫过 天驹旁边有一个真眼在 两边其实阵容都是 颇有鬼血圈轮能力的 所以 第一波特别关键 看到了印记 这刷了一个印记 来了 想找天驳的机会嘛 但是 安塔尔这里是把 枯威给逼退了 那这个印记又是控不到了 走了走了 命比较重要 那照姓 大眼睛消失在中路 还往这边靠 看一下 这个月打一套 打一套 但是这个伤害没打全 没打 无计能空了 W也是打了一段 像一来的话 是直接溜掉了 没有打出被动 而且没到六级 主要刚刚 比较危险的是 如果到六级的话 大眼睛一套 是很有可能造成击杀的 没错 这个大眼睛 突然现在应该要回城了 这飞可回家出了一部装备 他身上有不少的存款 飞可回家是掏的小木锤 回来可是没有在野区 受到什么影响的 虽然说应急刷的不太影响 这大波 大眼睛回家 出了一个减CD的装备 但这样的话 他的血量是没有任何的加成的 等于是这段时间 Face6级的 是有机会单杀他的 已经到了SKT这边 中路的一个强势期 我们法典做出来了之后 自己的秒表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才可以用 这边又来杀一枝F6 双方的刷也其实都差不多 这边刷完了就6 下路的对线 异常的稳健啊 卡莎这边血平还 就是血平还剩一个 这两边都是打上半区的 好像都是围绕上半区在打 没有人去管下半区 而且 他们下路本来就6 6级之前没有任何的先手 我说实话 啊 好单杀又来了 单杀来了 闪现A直接 单杀有了7级 而且双招换双招的时候 还是依然拿下了一血 这一波单杀非常关键 这就选刀妹的好处啊 还是要Faker来Carry Faker还是Faker呀 敢选这英雄就一定要拿单杀 他还真拿了 啊 补刀也是压了两波 看一下这波回放 应该是被E技能晕住 然后Q技能晋身的 这是Q小兵接位移 E技能晕住Q 然后接大招 那这个是不可能走得掉的 除非 E技能打到 有可能换掉在塔下 我这太不讲道理了 晕到就是必杀 没法 没有躲开那个晕 那是肯定要死的 这样一来 Faker拿下一血回家 是补到了蓝水晶 攻速短剑 以及一个 草鞋 有个小木锤在 现在的伤还不够恐怖 因为药光还没做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 QRON第一波的出装 是不是有点拖大了 你们觉得呢 当然 关键是 他也做不出来什么 如果稳一点的话 你可以先出个 那个 红宝石 红宝石 哦红宝石 就红宝石这件装备 你反正是要出的嘛 你早一点出个红宝石 就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10%-DD 在你出装的时候 没有什么收益 因为这个时候 你-DD要是没用 那刚才感觉多过 红宝石也要死 不过能多扛一会儿 有可能换掉在塔下 红宝石是雪兰加震很多的 就是这个 他自己身上有个治疗处 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刚才飞客敢这么果断直接上 我觉得也是看他身上 一键防装都没有 一键加水量加防的装都没有 而且刚才也没到10分钟 你要不要也用不了 这下路有想法呀 想找机会 剑塔尔是交过TP的 这波是没人可以帮助到下路 TP了TP了 直接来了一波 五包二 虚热先挂上 大招 大招被大招火了 但是后续也扬着了 其实技能交的就是必要 这个也是必死的 艾莫德在抗塔 第二个人头是艾希拿到 这一波双CE的一颗人头 月下 瞬间直接把这个医学塔给敲掉 下路冰线马上过来了 飞的人非常的多 直接顶盾扛 这边SKD应该是可以抢下医学塔 SKD前击节奏打出来了呀 Fegg现在有点无解肥了 他现在这刀妹太肥了 刀妹 现在所有的人碰到他 都有可能被胆杀 他只要晕到 晕到了一个人 感觉任何人都会被带上 这个刀妹真的是太肥了 下路外塔破了之后 直接把双人阻掉到上路来 上一波的回放 这个回放就是很标准的 一波兵线进来了之后 上路TP 然后终于也赶过来 一波五包二 这波其实就可以放弃抵抗了 因为这波是五包二 无论如何都走不掉的 而且是 而且由于真几 刚才上单是叫了TP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两个人都要面对五个人 老牛还是很稳的 什么都没交 但尺地是把自己大招双招全交了 求生欲望非常强 但是其实并没什么用 我不想来 后面有个女刀锋在 这波打下来 SKD是拿下了医学塔 不过肩记也是抢掉了中路的塔 双方有赚有赔 但是SKD赚的更多 上路刚刚看 那个塔的血量 还是能撑很长时间的 虽然说前期有被消耗的 但消耗的不惨 下路的兵线推过去 这边SKD的上演没试做 忽然把这个土龙给拿下来 而且SKD这个阵容 打龙还挺快的 有千绝和爱希 就是打大龙的时候还挺快的 虎龙直接上演拿到 千绝的野怪是一直落后一些 但是赵信在前夕 没有人头助攻的入障 所以这个时间点 如果按照曲线往后走的话 还是千绝的作用更大一些 上路兵线推进来 千绝是决定上路推完线 往中路走一下 看能不能来一波转线之类的 他转了一下 发现没什么用 聘了一下霞虎先锋 感觉SKD是很防守 这个霞虎先锋的 但他们其实不知道 坚决并没有打 坚决现在也不敢打呀 中路坐镇了一个 这么肥的刀妹怎么打 这要是动第一时间 SKD赶过来 很有可能 坚决上小团灭的 这几个作战能力 现在都不是特别厉害 现在为时上涨 现在这个时间段 奥恩和刀妹还有艾西三个点的作战能力 都是要比对位的人要强的 嗯 师爷也被卡掉了 哎直接唱大招 这个位置 直接叫了一个金身旁边 过来的是一个 但是安套软进去了 直接就就尴尬了 呦呦呦呦 扫了一波 是逼掉了上单的治疗 这小金人 这一波还是立功了的 这边是交了一个治疗的 嗯 但皇冠这个出装啊 依然还是以减cd为主 好像是皇冠的治疗 这边是 安套软教掉自己的技能 教了闪现走 安套软上一波的技能用的是 带的是急跑 第一时间 他换成了急跑 然后皇冠也是为了求稳 教了一下技能 他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卡在中路 现在对线是玩不了的 他只能期待 这个自己能不能够 猥琐一下 猥琐到一件半两件套 然后打个团战 哎 这找到一个时间差 skd的人回程 先级想要控制下五千锋 但是想了一下 好像还是溜了 因为刚插一个针眼 是插出了一个眼位出来 下路这波纳尔回程 应该是有黑切了 啊 是 而且纳尔这个出装 前逼 理财流啊 对啊 这种出装剧集嘛 拖后期的 前期就是出点这种蹦前的 他这个东西 有什么很大的用吗 没有很大的用 讲到一个 就漏刀嘛 抽刀的时候用一下 中路区把冰给清掉 虽然人说在线上打不了 但是推冰线进来 菲克尔也很难越皇冠的塔 而且皇冠现在因为cd流 技能特别快 基本上一波冰过来 三个技能放出去 一波就没了 回家双身暗影 直接出来 然后这边艾西回程是掏了破败 卡莎回程应该是也有扬刀了 这把感觉 卡莎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双修吧 有可能是AP AP卡莎吧 应该是 因为AP卡莎会直接带这个 迅捷步伐 艾西直接击毁了上路 一般来说 AD的卡莎 拥有蓝切的存在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 去带一个迅捷步伐 它那个加速效果 有点浪费 重叠 上路兵线 逼进来 这个位置 想找一下机会 但是双身暗影并没有留到人 这个位置 看一下 想要留伴吗 但是后面有个塔姆啊 顶一下 这边顶的是一个faker 要留 留不住呀 这个直接开一个W 圈退 而且塔姆已经走到附近了 这波 这一波是打掉了那儿一个TP啊 这一波又尴尬了 这一波没打出效果来 根据是本来想 通过这一波的TP 打出一个人头差 然后拿下下狭狗先锋的 但这波没有拿下来的话 那回家 然后去下路线 等于这个狭狗先锋 基本上是ISK的了 因为你下 在下面的话 TP还是Antara这边先游呀 Antara随便找个地方 把这个 技能换一换 对 把这个技能换一换 就就就就 Faker要把整波线卡过来 整波线卡过来 赵姆也是 过来保着矿吃一下 上路兵线也是推进 哦 这边下路兵线 推完了以后 直接过来打下园线锋 也不纠结了 那儿这边再下路处理兵线 这里 Faker 身上是有双招有大招的 但是河道的视野比较少 奥安选择 这个时间点先回个城 回家了 找了什么很好的机会 五个睁眼 这个时间点 哎 晕到了 但是旁边有照片 也不能直接上 河道的视野做的还是 非常给劲的 带了个保镖 他没保镖不行了 哦 褚珠换成了急跑 吓吓人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全部都是 启封的密集 嗯 两个这里想要过来干击一下 但是想了一下还是算 这个位置已经控了和谐印记了 哎 来了 虚弱直接上 这个位置还可以唱大招 但是没有运 没撞到 但是 Puby的这个意见呢 已经没了 撞起来 这个位置马上就变大 但是伤害已经足够了 两个拿下这个人头 就要带掉了 大起来 布兰克直接拿到了这颗人头 那下路阵亡的同时 可以把兵线带进去 但是这个时间点 虾五千锋还是不太好动 但他其实这波 他终于把虚弱用了 他把下路兵线推过去以后 这个虾五千锋 他把打 纳尔要去下路带 这边是少人的 肯定是SKD的 肯定是SKD的 SKD就 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纳尔这个TP 还有一大半没转好的 下路的兵线他不可能不管 现在是上单已经有TP了 刚才是虚弱用掉 这波压力有点太靠前了 感觉 核道没有视野 而且下面去刷了一个印记 枯萎这个 这几把打下来 感觉自己的单带都 没有打得特别的好 这个很难受 背后上过来人的时候 闪现都没有办法交 感觉枯萎今天状态 其实不是特别好 因为下面去刷了印记的 他居然敢压线压的塔下 包括上一场比赛 他们赢的时候 你也没有感觉到 他这个单带线 打出什么很好的效果来 对的 就是他其实有一波 很知名的一个TP失误 记得我们上次 就上一场比赛是反复提过的 对 就在他的巅峰状态下 那种失误其实不太应该 我感觉是 真的是很久没打比赛 然后状态有点下滑 这边有点想来干渴吗 但是这一波 伤害太高了 二连顶一下 吃下这个印记没打出来 把你的血量还是很好的 因为毕竟可以用破败来吸 但是没打了 这样一波打下来 耻地有点不太理直 上路防御塔没了 防御塔没了 峡谷先锋也没了 上路是峡谷先锋 加塔一起丢 瞬间的节奏就扑起来了 就这个节奏 其实是早就应该 预测到可以打出来 但是 反掌能靠着之间 这 他们想干嘛 想干嘛 想干嘛 想要抢一下吗 还是溜了 还是溜了 溜了吧 这时候刀妹可是在这的 这有可能把人头推进去 这个刀妹现在就是 有个千绝的大招做铺垫 他就有点无解 有魔抗的大抖层在 副极抖层 说实话 一切的一切 还是因为费克那一波单杀 是的 就要滚起来了呀 而且下路那一波包塔 就是连续这两波 节奏就完全起来了 没办法 你单杀了以后 连防御塔都不敢出 他在防御塔下都怕死了 就刚才是奥运一个大招 他在防御塔 就直接把精神给按了 合戒这里空下 直接撑了走 这个位置一键 哇 这是有掩护性质的 一个大招 一键的大招一起丢的 对 回头这个位置 想要走 确实间接着走掉了 断速到了 但是没留住 就我还是第一次 进来这种 骚操作 花式玩法 就因为他这个 一键的很像大招 阴机长空 再加一个大招一起过来 通过那个图画的 这种演示 然后埋伏了一下 自己的大招 水龙 这边是被SKT 拿下下的是风龙 其实龙的属性 对于SKT来说 不算特别好 就自己给自己打掩护 这还是真的 就很少 其实你很少在英雄联盟的赛事上 看到这种光影效果 打掩护 关键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皮肤很像 诶 这里顶一下 看起来SKT有点想追 这边有个TP 招踢了 中边Blanco没有吃到这个Q 至少可以给个减速 给到了 Easyman也丢了 再继续拉扯 河文 河文 闪现过来 但是没有撞出来 有点个牛头 这个位置 Kron可以发挥一下 牛头被留下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有塔姆 闪现吃了 闪现吃了 这个 这个 就是拿下一个牛的人头 这不不是很赚吗 不过拿了牛的人头 做不了什么事情 不是很赚 奥文拿的 中塔 看应该是不能推的 因为毕竟 这边还有人守 其实主要就是刚才 奥文那一下 就是隔墙那一下 流人 就是被牛头给顶走了 就没有打出 很好下过 那一头如果他能够撞到 三四个人的话 那画面也太美了 接上一个当备的大招 那个画面也太美了 旁边 按照门稍微逼一下 这边要守中塔 因为上路塔 现在是由维克斯来守的 所以中路 让卡莎来守塔 还是比较困难 把兵给清一下 现在中路也是被压了 一定补刀的 下一剑飞 可是直接要来吃会默认了 因为这种一批的爆发 他还是有点逃不住的 伤害非常高 两下三下四下 直接撤 这一波是找了一波机会 办这个机会找得非常的好 接脸大招 一套杀掉 先是破败 捉一口 然后回去继续封着 但是自己的血量也不算特别好 还有红buff可以回血 身上有一块秒表 完全不虚 旁边有个塔姆吗 主要是 没所欲为就可以 招侠五千锋了 那中塔应该是没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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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过来 如果这波间接要守的话 应该是要炸的 这波飞可的大招也好了 飞可的大招 随时就位 这个防御塔推掉 哦 哦 那大招 一个 哦 只能为神就是被带也带不起来 然后中路的线对线也不好对 中级尴尬 现在就是没有人可以去正常的对线了 主要是距离太远了 他顶不到 他是走过去 按了一下Q的 哦 嗯 感觉 他好像是想反打 想把他顶回来 但是 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呀 那波 其实我说说 他 没有办法 就他最多就打一个半的闪现 因为他如果W的话 半可以操作一下 他可以闪现 横移 因为那一波 Codefe是没有闪现 啊 不是 那一波Rule是没闪现 所以他只要闪现 躲到那一发W 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 卡莎是必死的 也不能走过去吧 走不去 他可能就是想着 我用W技能会不会闪现秀 所以他想着 我要稳达稳达走过去Q 但是没想到伤害那么多 一直打到现在 全场比赛输出最高的是艾希 直接开始打龙了 有一条土龙的加持 看一下速度 打得好像不是特别快 而且双双也已经照到人了 直接侧翼 叫阳 看一下这波能顶两个 但是一技能抬得不错 不过 太惨了 没有什么办法 回头继续打一套 这个位置 开了一个千诀 保住了刀妹 刀妹出来了 但是又回去了 又一个一技能 撞到两个 这个位置 看一下顶回来的是一个 顶回来的 累死了 热死了 热死了之后 安藏们没有办法捕回去 也死了 直接破一个标准 看一下时间 时间上 30秒钟复活 30秒钟复活 够不够一波 直接推上去 推得非常快 有一条土龙在的 而且后面的冰线续上来了 感觉SK的抢一波 抢一波 抢一波 这波带着直接 扛住塔的攻击 后面还有一多小兵 已经过来了 哇 真一波 一波了 二十多分钟啊 又是接着Hara的隔墙开团 那这样的话 时间22分钟 SKD这场是零封了奸进 是的 昨天还是送了一个人头 昨天还是送了一个人 他们为你贡献了一下 不然的话一波有点难度 1-11 那也是 这边先恭喜SKD这场拿下胜利 目前是一个2-1的数据 哇 这一波 拿到赛点 贝克又carry了呀 哇 贝克果然 SKD想要还是要 贝克这条路的 就是不能让 强势路 就是让他拿能吸的英雄 不能让他 不能让他